快捷支付是网络购物的时候速度最快的付款方式 不过在享受它的快捷的同时 被盗刷的风险也比网络银行要大很多 但是金融和网络的专家指出 快捷支付方式未来将会采用双保险的方式 以加强安全等级 使用支付宝的快捷支付 只要填写姓名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手机号码 再加上手机验证码就可注册开通 付款时只需输入支付密码和手机验证码 即使这样依然存在着风险漏洞 那就相当于是我在攻击的时候 只要仿冒你的手机 这个就可以获取后台的信任 业内指出针对快捷支付的这一漏洞 未来还将推出像网银一样的双保险形式 但是操作方式会比网银方便许多 比如在手机上集成安全芯片 将手动输入改为自动生成 或者随身携带动态安全锁 同时专家也建议 网民可以单独开一个小额资金卡 来支持快捷支付 东方卫视记者丁陶上海报道